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整部小说都浸透在如水一般娇雅的文字中 下雨天 当光着头的秃鹤走在河边那片竹林里 多么普通的场景 但在曹光轩的笔下却又如电影画面一般 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 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 他用手摸了摸头 一脸沮丧到朝河上放上 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 在雨中游着 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曹文轩眼中的水箱 不仅在雨天 甚至在潇洒的冬天 都有一种别样的柔情 雪白的月光均匀地波洒下来 照着泛着寒波的水面 就见雾气鸟鸟飘动 让人感到寂寞和神秘 而在这样一个湿溢水箱中生长的人们 也被曹文轩刻画出如水般纯净的人性 比如小说第一个出场的人物突鹤 由于小小年纪就突了顶 但他总免不了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听说生姜可以生发 他就使劲把头皮涂到葱红 没想到这样一来 又被同学们嫌弃他身上的那股姜瓦 戴顶帽子去上学吧 又被调皮的同学把帽子摘下来 挂到旗杆上去 一番痛哭后 突鹤决定报复学校 在群区的会操比赛中 游马蒂小学的队伍原本非常整齐 可就在尾声时 突鹤故意将帽子一扔 露出自己的大秃头 引得悬赏哄堂大笑 比赛结果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后 突鹤更是成了大家嫌弃的对象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学校的文艺慧眼 需要一个秃子角色 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时 最后竟是突鹤挺身而出 还在白天夜里反反复复练习 当他在场上潇洒地将帽子一甩 念出不扬大图表 走马过图小的流利台词时 同学们终于忘记过去 给了他雷鸣般的掌声 比赛结束后 当大家找到了河边的突鹤 他在啜泣 举的同学也哭了 这一刻 月光下泪光中的他们 拥有着多么纯净的心灵 此外 整部小说也没有刻意去营造激烈冲突 而是在柔水一般的和缓中推进剧情 小说最后一章 主人公桑桑得了看起来很严重的怪病 文有局老师想要安慰他 就给桑桑讲了自己的故事 叙述得那么平静 柔和 十二岁那年 我生病了 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医生说 我只能再活半年 那天傍晚 我独自一人走到大地上去 坐在一棵树下 放着正一寸一寸地落下去的太阳 我没有哭 但我能感觉到我的手与脚都是冰凉的 奶奶住着怪文来了 她没有喊我回家 而是在我身边坐下了 天黑了下来 四周的一切都渐渐地被黑暗吞没了 风越吹越大 我浑身多俗起来 当我抬头去往奶奶时 她也正在放火 连关于死亡的剧情 都被曹文轩描述到如此温和 这就是水一般熟美的草方